说实在话 去年我就认为共产党已经没了 我跟所有的外国人沟通 我说如果你在2020年 你以为这个事情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话 你已经out了 你把我的话先记住 你可以不信 你等到若干年以后 你都懂我说的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说因为自从冠状病毒 也就是共产党的病毒 被传播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决定了共产党已经消失了 它只是最后的一个物理上的消失而已 我说在心理上 全世界人都知道 共产党完了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共产党已经是完了 为什么 它有三个最核心的特征 在川普总统离开白宫的时候 他把它定做为新疆种族大屠杀 反人类罪 这个事情又被拜登政府给佐证的印证 这就说明了什么问题 没有人敢推翻这个事实 这个事情在法理上 给西方的国家 对中共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军事 任何领域对它进行打击 和对它进行修理惩罚 它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这个借口可以把共产党所有的事情想 想怎么弄它怎么弄它 种族大屠杀反人类罪是人人诛之 人人可诛 就这么大的罪 第二个 香港事件 香港事件它撕毁了国际合约 并且对香港的学生和孩子 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奸杀害威胁 驱离 撕毁了国际上最重要的这个中英的合同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中共完全不遵守任何国际上 所说的任何签署的任何合约 任何契约 在香港犯下的罪行 只是最后像新疆一样要不要得到印证 要不要面对 要不要形成法律 我相信大家看到了 香港的保护法有了 香港的各种法都有了 像新疆一样 新疆花了50年才得到了 把共产党定为种族大屠杀 犯这罪 第二个问题说明什么呢 就全世界各国最后 跟中共签的合约全都可以不算数 和中共所有的契约都可以不算数 他这意义在这里 而且什么时候出手 特别是在联合国 种族大屠杀 和不尊重契约者 绝对不能在联合国呆子 那么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这个常务 他最大的玩法 就是常务理事国 也就是常委 国际常委 你觉得他能待着吗 好 这两样咱先放这 结果又放出了共产党的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放出来以后 你不管怎么折腾 这个冠状病毒有几个事 你说不清楚的 就是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 如果武汉死那么多人 你掩盖他 你的目的是什么 包括武汉第一个吹哨人 多个吹哨人被消失 包括对科学家的追杀和迫害 这都是事实 那说明了这个病毒是来自你家 如果不来自你家 你为什么要消失秘迹 这是个基本的逻辑 然后你又拒绝国际社会调查 从拒绝调查 到最后威胁社会 按照他的方式来调查 按照共产党的方式来进行调查 找操纵调查 然后跟国际社会不分享 任何有关病毒的信息 不但如此 各种新型病毒 屡屡发生 种种以上的证据 冠状病毒 最后到底是来自共产党 还是来自于 共产党的武汉实验室 还是共产党的军方 我们科学家已经明确告知 超限生化武器 这个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它是共产党军方 早有预谋的发展的 国家级的军事级的 超限生化武器 那如果在这个问题成立了 世界上还是你共产党的 政权合法性吗 所以说这三要加在一起 如果你还认为 中国共产党 还能代表14亿中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还继续做贸易 欢迎所有共产党的 国家的政权的财富和做生意 和所有这个国家的政权的党员 和孩子们家人们 可以到世界上旅行学习 那你是疯了 那你是疯了